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工作室在发肖战长发狼尾库存 肖战帅得很客观、很直接 肖战工作室在发肖战长发狼尾库存 肖战帅得很客观、很直接 肖战工作室可是真能藏啊 居然还有肖战狼尾库存照 绝对是且看且珍惜了 这组照片真的是帅到我的心巴上了 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肖战的长发狼尾 虽然肖战什么发型都好看 但是这款就是有种特别的韵味 高贵又潮流、优雅又大气 图片中的肖战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酷帅风格 既带有精英般的冷峻 又不失绅士的金贵 摆遍多面 肖战好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自从肖战留了长发狼尾之后 娱乐圈很多帅哥也都跟风留起了相同发型 引领潮流 肖战真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 没有花丽胡哨 没有奇装异服 就是简简单单的全黑穿搭也帅的毁天乍的的 帅对于肖战来说从不用刻意营造和展现 他就是帅得很客观、很张扬 不管他如何低调甚至刻意隐藏 也挡不住那沸腾的容颜 记得肖战在拍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的时候 为了角色增重近二十斤 当时 有商务宣发赶时间 肖战就没有特意做装造 被很多黑粉嘲笑说肖战颜值崩了 粉丝脱粉了 结果拉夫劳伦活动肖战随随便便一收拾 颜值气场大杀四方 长发狼尾西装 肖战一出 水雨争风 时至今日 肖战拉夫劳伦活动的造型 仍旧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风神造型 有网友评论说 本以为顶流颜值下滑了 打算转行走实力派了 结果人家稍微一收拾就吊打整个内鱼 颜值非但没下降 反而更上一层楼了 就这状态排得再顶很多年 我单啥时候才能出头啊 此次工作室发出的图片里 肖战权黑穿搭 黑西装 黑加克的霸总上线 这张脸更是充满了满满的故事感 360度无死角的美貌是 让大家不能眠的节奏啊 甚至有的网友开玩笑说 要准备为肖战的颜值申请吉尼斯记录了 果然世界最美面孔城不欺我 好伟大的一张脸实实在在被具象化了 还好 不久的将来这伟大了脸就出现在大荧幕上了 届时我们痛痛快快看个够 肖战 世界十大最美面孔中的中国名片 全球视野下的滑流之光 近日中国日报在推特平台上以肖战 肖战为标签 发布了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 肖战荣登世界十大最美面孔榜单 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的代表 这一荣誉不仅是对肖战个人魅力的极高赞誉 更承载着国家主流媒体 对这位中国艺人在国际舞台上卓越表现的认可与骄傲 肖战 如同一张意义生辉的中国名片 以其正能量形象 无可匹敌的热度 深远的海外影响力 以及备受认可的作品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娱乐产业的实力 与当代文化在国际审美中的独特地位 一、颜值巅峰 全球审美共识 肖战入选世界十大最美面孔 是对其外在形象的国际级肯定 他的面容俊朗 气质出众 兼具东方神韵与现代时尚感 完美契合了全球范围内 对美帝多元认知与普遍欣赏 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独特魅力的表彰 更象征着中国面孔 在全球审美标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打破了西方审美主导的传统格局 展现了东方美在全球舞台上的独特魅力与影响力 而、正能量偶像 主流价值的传播者 肖战不仅以言直经验世界 更以人格魅力赢得全球赞誉 他始终秉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热心公益事业 传递正能量 是新时代优质偶像的典范 他的言行举止 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 还是在公共场合的发言 都体现出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与高尚道德情操 这种正向影响力跨越国界 使得肖战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使者 以实际行动推动文化交流与价值共享 赢得了各国观众的广泛尊重与喜爱 3.热度顶峰 滑流现象及代表 肖战的全球热度堪称现象及 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 其一举一动都能引发强烈关注 社交媒体上的超高话题讨论度 作品的广泛传播与热烈反响 无不印证着他作为顶级流量艺人的地位 肖战主演的影视作品 吕破收视记录 音乐作品在全球各大音乐平台成绩斐然 各类活动与代言更是引发抢购热潮 这种热度不仅源于粉丝的狂热追捧 更在于他扎实的艺术功底 敬业的工作态度以及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 使得他在全球娱乐市场中树立起难以撼动的品牌形象 四、海外影响力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肖战的海外影响力堪称中国艺人的翘楚 他的作品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 不仅在亚洲地区掀起关锯热潮 更远播欧美等地 成功打破文化壁垒 实现中国故事的全球讲述 肖战频繁登上国际时尚杂志封面 代言国际知名品牌 参与全球性活动 其影响力深入全球50岁以上 女性偶像排行榜等各年龄段受众 这种影响力背后 视他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符号 成功传播中国审美 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提升了中国娱乐产业 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与话语权 五、作品受认可 艺术与商业双重成功 肖战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其超高人气 更在于其作品在国内外收获的 广泛好评与专业奖项认可 无论是影视作品中的深情演绎 还是音乐作品中的动人歌声 都展现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与创作才华 这些作品不仅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 更在艺术价值上得到国内外专业人士 及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 体现了中国娱乐产业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创新力 与国际竞争力 六 中国名片 滑流走向世界的底气 肖战作为唯一入选世界十大最美面孔的中国面孔 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咖位 尊重与极高评价 无疑是世界对中国娱乐产业实力的肯定 也是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审美中地位的有力彰显 它以个人魅力与艺术成就 塑造了中国新一代艺人的国际形象 为中国娱乐产业走向世界注入了强大的信心与动力 肖战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职业生涯的辉煌里程碑 更是中国文化产业对外交流与输出的标志性事件 预示着滑流将在全球娱乐版图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揭秘肖战的四段人生 从设计到演绎的非凡之路 星途璀璨 肖战的成长与蜕变 肖战 一个从重庆普通家庭走出的顶级明星 他的故事仿佛一部励志剧本 从一个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男孩 到站在聚光灯下的演员与歌手 1991年出生于重庆的肖战 家庭背景普通 父母却始终注重对他的艺术培养 从小学习小提琴与绘画 肖战的童年充满了艺术的色彩 在重庆工商大学深造设计专业期间 他不只是学业优秀 还是校园文艺活动的常客 这一切为他日后的演艺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老师的推荐 让肖战踏上了燃烧霸少年的舞台 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自此 一个崭新的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2016年 肖战以X9少年团主唱的身份正式出道 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 随后他逐步转战影视剧场 从超星星学员到陈情令 他以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尤其是陈情令的成功 让肖战一跃成为国内顶级流量明星 他的名字也因此家喻户晓 然而 星光背后 肖战的路并非一帆风顺 2020年的R27事件 让他的事业陷入低谷 但他并未因此消沉 而是以更加坚韧的姿态回归 用斗罗大陆和王牌部队等作品 证明了他的实力与人气 肖战的每一步 都映射着他的努力与坚持 多面人生 肖战的内向与热爱 舞台之上 肖战光芒四射 然而私下里 他是一个安静且内向的人 从学生时代起 他就喜欢那些可以沉浸在个人世界中的活动 如画画和音乐 这些爱好不仅塑造了他的艺术气质 也让他在娱乐圈中保持着独特个性 大学时期的肖战 感情生活与普通男孩无异 他曾交过女朋友 也曾送出过定情信物 那是青春期少年对于爱情的纯真表达 这个时期 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充满了同龄人的热情和活力 展示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尽管如今的肖战星光异议 但他依然保留着那份内敛和真诚 在朋友和家人的眼中 他依然是那个会和大家打成一片 不拘小节的肖战 他的成功 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本性 他依然是那个重庆工商大学里 那个热爱艺术 追求梦想的男孩 赤诚之心 肖战的公益足迹 肖战的公众形象 不仅仅局限于他在舞台上的耀眼表现 他的阳光帅气 使他成为众多粉丝心中的完美偶像 但他从不刻意消费自己的外貌优势 更希望以实力赢得认可 在肖战看来 每一次站在镜头前 都是对自己演技的锤炼 每一次演出都要对得起观众的期待 敬业精神是肖战职业生涯的座右铭 无论是在极端环境下拍摄预估的水下戏 还是在王牌部队中为了几场哭戏而深入角色 他的专业态度和对艺术的尊重可见一般 在肖战的演艺生涯中 他始终坚持精益求精 不断挑战自我 不断突破极限 除了对演艺事业的执着追求 肖战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他参与的公益活动覆盖了儿童教育 环保等多个领域 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号召粉丝一起 为社会贡献力量 在肖战看来 公众人物的身份让他有责任传递正能量 为世界带来更多的美好 璀璨星途 肖战的未来可期 在娱乐圈这片星光璀璨的海洋中 肖战无疑是其中耀眼的星辰 他的成长轨迹 从一个普通男孩到顶流明星 展现了他多方面的才华和品质 肖战不仅拥有着出众的外貌 他的内在品质谦逊 努力 坚韧不拔 更是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基石 从燃烧霸少年的舞台上出路锋芒 到陈情令中的为无限一角赢得无数观众的心 再到斗罗大陆和王牌部队中的精彩演绎 肖战证明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实力 他的每一部都充满了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与敬业 肖战的经历也让人们看到一个公众人物如何在风波中成长 面对227事件带来的挑战 肖战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用更加坚定的态度和作品回馈给观众 他的坚持和努力 不仅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也使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肖战的故事是努力与梦想的见证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有坚持、有毅力 就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未来 相信肖战会继续用他的才华和努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成为更加璀璨的星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